以韩国统一部长赵敏军为首的三人代表团 今天早上从首尔出发 前往韩朝边界的板门店 与朝鲜代表展开高级别会谈 出发之前韩国代表透露 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课题 将会继续成为重点讨论事项 此外双方也会敲定 两国首脑峰会的确切日期 有别于一月份 双方在韩国一侧的和平之家 举行高级别会谈 今天的会谈 两国选择在位于朝鲜一侧的统一格举行 朝鲜代表则表示 双方过去几个月来的互动 极具历史意义 并期望接下来两国的关系 能够进一步迈进 李边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 在今天早上飞抵韩国 展开为期两天的访问行程 预计他将会在明天 向韩国总统文在寅汇报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详情